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 我们继续聊美国的本土恐怖主义 跟它的发生的原因 那么在上一节我们讲到 美国的本土恐怖主义袭击 最经典的案件就是 奥克拉荷马州的联邦大楼爆炸案 那么在这个爆炸案当中 整栋联邦大楼被炸塌了一半 那么有168人死亡 几百人受伤 那么这次是美国本土 无关宗教的一次恐怖袭击 无关宗教关乎什么 关乎政治观点 关乎民众对政府的看法 因为当中的这个凶手 麦克维 因为这个韦克惨案之后 受到媒体的影响 认为政府在压榨人民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美国开国元勋 杰弗信讲了一句话 当政府害怕人民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了 而当人民害怕政府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是专制的社会 美国很多民众 是有这种浓厚的民主思想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对抗政府 就成了美国民众的一个权利 那么最近 弗吉尼亚州的这个暴力冲突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对立 跟新的分歧 那么现在无论是媒体 还是政客 是怎么样面对这种分歧跟对立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 是很多媒体 很多政客 不但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并没有去想 怎么样拟合这种分裂 并且让这种分裂 越来越走向激烈的一个倾向 比如说这次弗吉尼亚州这个暴力冲突 我们先说它是怎么来的 之前修杰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讲过 那么其实这次弗吉尼亚的暴力冲突 就是因为要拆除南北战争时期 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这个塑像 这个塑像在这个地方盈利了93年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 因为这个雕像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冲突 其实这个跟一个人有关 就是当时这个弗吉尼亚这个 夏洛特·维尔斯这个市议员贝拉米 贝拉米是个黑人 今年30岁 那么贝拉米是一个学校里面的老师 贝拉米是当选了这个 夏洛特·维尔斯市议员之后 是用他提出来要把这个雕像拆除 那么当时在市议会里面 曾经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 我们来看看这个贝拉米拆除雕像的理由 那么贝拉米说 民众看到这个雕像很不舒服 导致很多民众不愿意到这个公园 这个雕像象征着这个白人 象征着这个奴隶制 贝拉米这些说法 修杰个人认为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 那么贝拉米提出拆卸这个李将军同像 在议会里面引起了激烈的这个争论 那么有很多白人议员或者其他的主议员 开始都是以反对的一个态度 但是贝拉米在这个社区网站上 做了很多的舆论 那么最终市议员们同意 但是同意拆除这个铜像 并不是把它推倒 而是把它铜像拍卖掉 把它放到博物馆里面去 那么由这个买的人来承担拆铜像这个费用 但是事件出来之后 有很多人去开始研究贝拉米这个人 贝拉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民权领袖吗 他是一个主张美国社会平等的人吗 看看他的推特就知道了 贝拉米在推特上面发表了大量的仇视白人的言论 贝拉米在推特上甚至说 我仇恨白人 所以乃至我仇恨白血 就是天上下的血是白色的 贝拉米都认为这是可恶的 那么可见贝拉米本人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那么在这个美国的种族对立当中 我们经常批评的3K党 经常批评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经常批评什么新纳粹党等等 无疑这些政党他们的理念是非常错误的 应该口诛笔伐 应该让这些带有农重种族歧视主义的政党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彻底消除 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 美国社会还存在着极端仇视白人的组织 那么白人仇视黑人 白人歧视黑人应该被口诛笔伐 应该被彻底消除 那么黑人仇视白人就是正确的吗 贝拉米就是一个极端仇视白人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市议员 撤动了这次把罗伯特李将军这个雕像拆走 导致了弗吉尼亚州这个暴力冲突 导火索的根源就在贝拉米身上 我们要说一个93年的铜像只是一个历史的象征 是告诉每个美国人 告诉我们的后代在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 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 某个人他扮演了什么角色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 比如说我们开国的总统华盛顿 他也是个奴隶组 这就是川普总统说的 今天你们因为罗伯特李将军是拥护奴隶制度的 要把他这个雕像给清除掉 那么明天是不是要把华盛顿雕像也清除掉 因为华盛顿他也是个奴隶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因为我们的道德水平 跟我们的这个对社会的认知 还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很多伟人做的一些事情 用今天的道德眼光来看 并不一定是合适的 那么如果我们用今天的道德眼光 去要求古人的话 这明显政治正确走过了头 那么贝拉米在这次挑动了 把这个罗伯特李将军同向 移走这个案件之后 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就站出来抗议 那么我们要看 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抗议的理据是什么 抗议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说在美国有很多地方 有这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南方将领或者领袖一些铜像 那么这些铜像是摆在这里 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修杰个人认为 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我们经常知道这个在日本 我们很多华人这个深恶痛绝的 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是把日本在二战当中 一些曾经对邻国发动过 侵略战争的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将领作为神供奉起来 每年日本很多民众 要到这个靖国神社里面 向他们供奉来景仰他们 但是美国不一样 美国这些南北战争期间的 这些将领或者政治领袖 他们同向摆在那里 只是公园里面的一个象征 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或者新纳粹党每年去供奉 他们或者在当地 举行些什么仪式 来推崇他们的政治理念 其实并没有 那么在这次这个 维州暴力冲突当中 很多人就把矛头指向了川普总统 认为川普总统 就是支持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川普总统本人就是个 三K党党徒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川普总统就跟白人至上主义者 在竞选的这个活动里边 就划清了界限 双方都互相攻击 川普总统讲得很清楚 我跟你们不是一路的 我强烈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那么白人至上主义组织 也公开声称 川普总统跟他们不是一路的 他们对川普总统的很多做法 完全不同意 但是不排除川普总统的 某一些政治主张 跟白人至上主义者 有重叠的地方 比如说川普总统要美国制造 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本土 要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 这一点白人至上主义 这个组织没有任何不同意见 那么是不是我们 因为川普总统在把美国制造业 重新拉回美国这一点上 跟白人至上主义组织 有相同的看法 我们就可以认为川普总统 就是个3K党党徒呢 我想这也是有失偏颇的 那么所以在这次 这个弗吉尼亚州这个冲突当中 我们看到最危险的地方 不是发生了冲突 而是发生了冲突之后 很多民主党的领袖 没有从弥合分裂 让美国社会重新凝聚 共识这个角度去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边 有很多民主党的这个州的州长 或者一些州的参议员议员 他们连续提了很多这个法案 目的只有一个 要把这个南北战争当中 更多南军将领的雕像要移除 那么我们说 在弗吉尼亚州移除一个李将军头像 就引起了新的种族对立 引起了新的分裂 如果这种大规模的移除历史雕像 会不会造成更大的种族对立 这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会看看这个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是很多红卫兵当时的年轻人 用他们认为自己正确的理念 来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强加给整个社会 所有的一切的历史人物的雕像 被他们认为是封建主义的 是这个落后的 是腐朽的要全部拉倒 因为跟共产主义相对而言 这些东西都是垃圾 所以当时中国的很多的文物遭到了破坏 今天我们刚讲 李将军的铜像在那里已经树立了90多年了 从历史的角度讲 从这个现实社会角度讲 它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文物 我们怎么看待李将军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男军优秀将领 你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 阻挡历史前进的一个小丑 但是你不能妨碍这个铜像 是在历史当中确实它客观存在的 那么所以我们回头看看文革当时 这些所谓的红卫兵 他们当时的那种热情 他们当时的那种冲动 他们当时的那种暴力 对比一下跟今天的很多 美国的一些极左团体 非常的相像 所以在这次这个暴力冲突当中 我们更多的眼光是盯在了 白人至上主义者3K党身上 我们更多的批评意见是集中在这个团体身上 但是我们忽略了极左的这些组织 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反美国的法律吗 有违反我们的公共道德标准吗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有人在街上 在我们洛杉矶或者在这个三藩市 我们站出来支持川普总统 你往往会挨打 你往往会被暴打一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极左的人使用暴力 就不用得到谴责 秘书里州的州的参议员 黑人参议员在他的脸书里面 就公开声称鼓动暗杀川普总统 难道这不是犯罪行为吗 难道这不是新的种族歧视吗 为什么这位鼓动暗杀川普总统的人 并没有得到众多的主流媒体 CNN 纽约时报 洛杉矶时报 华盛顿邮报 这些主流媒体的口诛笔伐 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容忍这种煽动暴力 无论是极左的 无论是极右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极端组织 煽动暴力都是违反了公共道德 都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都应该受到谴责跟制裁 我们这样做了 社会的分裂才会拟合 这是川普总统在亚利桑亚州上演讲 就特别特别讲到了 他在弗吉尼亚暴动事件之后 他的一些声明 川普总统在声明当中 他三次声明 其中有一次是重点批评了 白人至上主义者 但是有两次 他是认为双方都有责任 我们回头去看看 无论是弗吉尼亚冲突 还是其他的过去一些 政治对立势力的冲突 其实有哪一方是无辜的 这次弗吉尼亚冲突 有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们标志 也有极左的标志 双方都动用了棍棒 都动用了胡椒喷雾 那么暴力如果只有一方的话 是不存在有这个冲突的 只有暴力欺凌 但是这次是严重的冲突 只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有一位特别激进的开车 冲进了这个人群 那么我们不能排除以后 可能有极左的组织 就像奥克拉河马州 那位爆炸案的 这个策动者麦克韦一样 一些激进组织 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 是普遍的暴力 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人物 一个偶然机会 在本土造成了一次恐怖袭击 那么一旦恐怖袭击发生的话 就没有分你是左翼 你是右翼 你是极端的 还是你中间的 我们都是受害者 那么所以今天在美国 已经产生了新的 这个种族的分裂跟对立 这种种族的分裂 跟对立是怎么来的 也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 过去马丁路德金 在这个推动民权运动的时候 他说他有个梦想 梦想就是白人跟黑人 都是平等的 但今天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有很多地方会有不平等吗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人能够做到 在法律上 种族上的不平等 但是看看我们华人子弟 在考这个长城城大学名校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分数 要比黑人要高得多 那么这不是新的不平等吗 有新的不平等 就必定有新的对立 就会有新的分裂 对立跟分裂就会造成冲突 冲突的发生 很可能就产生本土恐怖主义 这是我们每一个美国人 都不愿意看到的 修杰个人也跟大家一样 希望我们美国 无论是什么族意什么肤色 未来要走的是 泥河分裂 要消除这个分歧 大家都为美国再次强大而努力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修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